天下虽安,望战必危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度之一 几千年来无数政权的兴衰迭起 都印证了司马法中这句关于国家和战争的论述 如果按照现代世界外交军事的规律来看 得出的普遍结论是 一个国家的军队要是超过30年没有经历大型冲突 那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可能要经历严重的倒退 南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乃至我们的近邻南亚国家 都印证了这个观点 曾经武德充沛在马岛战争中击沉英军战舰 震撼世界的阿根廷空军在长久的和平后 如今连喷气机都没有 只装备二战时代的螺旋桨战机 与南美情况类似近50年前的第三次印巴战争时 敢于尝试新武器和冒险战术的印度军队 如今虽然也在大力投资军队现代化 但依旧肉眼可见的走向废驰 2020年,印度最精锐的喜马拉雅山地部队 在小规模冲突中被解放军打得丢盔气下 印度政府终于决定增兵接应时 印度国内装备运输补给 增兵军出现了问题 甚至前线也变得一片混乱 例如为了填补侦察能力空缺 印度军队甚至调用了海军的反潜艇机 前往班公湖的高原内陆 而政府方面更是吵架半天 却什么反制措施都拿不出来 只能要求印度人自己都不去的3000家廉价酒店 拒绝中国人入住 可见长期不打仗 不仅可能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 整个国家都可能因为长久的和平而变得迟钝 中国自从对越自卫反击战到如今 已经近40年没有经历实战的考验 那解放军的实力还剩下多少 我们会变成印度一样吗 要知道 虽然解放军面对印军时毫无压力 但印军从来不是解放军的真正对手 我们的对手 是那个从冷战到现在几乎从未停止战争 这个星球上最强的军队 美国军队 解放军在面对几十年不停战争 不停用实战练兵的美军时 真的还有一战之力吗 答案是有的 不仅有 可能在短时间的冲突中迎面还不小 原因很简单 美军现在已经不是海湾战争时代 能全球调兵前将 派出装甲时熬战沙漠的美军了 现在的美军甚至可能已经 没法有效应对大规模全面冲突了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 战争状态对于一支军队的锤炼作用非常巨大 但并不是每次战争的双方都是军力敌 能在数百公里的战场上全面铺开 美军在近二十年中虽然不断挑起战争 但除了在海湾战争中对抗过成编制的伊拉克军队外 所有的敌人都是游击队性质的地方武装 如果这样的战争只有短短几年 并不会对美军造成太大影响 但事到如今我们不难发现 美军在几次改革中 无论是战术还是装备 都在逐步向治安战军队靠拢 说句难听的 把现在的美军扔到俄乌这样的大纵深战场上 美军的表现能有多好都是有待商榷 至于中国虽然没有打仗 但大规模军演从未停止过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 演习哪能和实际战场相比 不仅能 而且可能比实战更加磨练军队水平 为什么这么说 要知道 并不是说经常在新闻看到军演的消息 就说明军演像过家家一样稀松平常 现在全世界能玩得起大规模军演的国家屈指可数 军演涉及到长距离军队调动 后勤物资保障都是相当耗费资源的 绝大多数国家实际上根本难以负担太大规模的演习 而且解放军的军演次数和规模更是无人能忘记相悲 特别在诸日和这样的重磅对抗演习中 扮演敌军的蓝军几乎是照搬美军配置 甚至还在美军已经强大无比的装备水平上继续加码 战术核弹开路的核部协同 能自我修复的活体坦克 星球大战水平战机 美军能做到的蓝军都能做到 美军做不到的蓝军也都能做到 被这样的敌人锤炼出来的解放军 相信真正到了战场上也能有不俗的表现 除了军队技战术的硬实力外 解放军还拥有国际同行没有的软实力 汶川地震 武汉疫情 解放军都是最先进入灾区的救灾力量 群众听到人民子弟兵进城 第一反应都是松了一口气 解放军坚决服从命令 不怕牺牲 不怕累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光是这一点就能让这支仁义之师 走到哪儿都能赢得喝彩和帮助 反观某些国际同行 比如日本陆上自卫队 在福岛核设时出现问题 需要进入灾区救灾时 数支部队竟然选择拒不执行 和平年代还是拯救同胞 能在这样的事情上抗命的军队 真的面对生死存亡的战争时 能有多少战斗力 不过无论如何 军事建设不是纸上谈兵 军演并不能模拟战场上出现的一切情况 此时正在发生的俄乌冲突中 表现最灵活的反而是瓦格纳集团雇佣兵 他们打破了常规军队的编制 非常灵活 而这样的战术 在成建制军队中是很难见到的 常规军演更是难以模拟 对于一支军队而言 没有上过战场 确实是一种遗憾 现代战争中 肯定会有演习所预料不到的情况 但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去发动一场战争 才更是愚蠢至极 当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 手握中东最强 最现代化的军队 虽然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 但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 招来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以及以美国牵头 十几个国家的联军进攻 最终萨达姆政权 经营数十载的军队化作尘埃 几年后他自己的政权也被推翻 战争和政权更别听上去简单 但其中的代价 是那些刚要迎接新世纪新生活的人民 只能眼睁睁看着建设 数十年的家园化作废墟 并在随后十几年间 要在恐怖袭击 强林弹雨中挣扎求生 战争从来不是儿戏 直到此时此刻 战争的阴云仍伴随着 世界上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中国四十年不打仗 但世界上又有多少地区多少人 连四年的和平都当作奢望 指鸽为武是中国武侠文化的神韵 也是中国人对手中武力的理解 雍军只为和平 听起来充满矛盾 但在这个纷扰的世界上 解放军的存在和强大 是我们能安享太平的唯一依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